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钮 文字会显示在舞台的中间 可以将它修改为你需要的文字 第二个是基本的单色常用图形 这些图形都是经过去被处理 图形加起来共有250个 第三个是彩色图形素材 画面显示的都只是目录 目录底下才是真正的图形素材 共分为七大类 设备类以3C为主 大多应用于影片的遮罩 icon 类以卡通图案为主 大多应用于2D卡通动画 插画类以卡通图案为主 大多应用于卡通动画及抽象动画 等长物件类以立体图案为主 大多应用于建构立体的背景场景 3D物件类以3D素材为主 可以产生类3D的动画 这些素材物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它们本身是静态的素材 可以将它当成背景或是场景的道具 或是emotion产生动画 当成是动画演员角色的一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以实际的操作 让你更加了解如何将基本的图形 应用于3D卡通动画的软体 场景类以2D背景设备为主 大多应用于2D动画背景 因为2D动画并不一定要真实的场景 所以2D的背景将它颜色变淡 是蛮适合当成场景的背景 SVG类以图形显示为主 可以改变图形的颜色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基本图形素材 而工具列里的所有素材 都可以制作阴影 画面显示的范例是 文字 单色基本图形 以及彩色的图形素材 制作的方法是 先选取已经汇入的基本图形素材 然后到右上角的物件进阶设定 第一个是选择阴影的颜色 第二个是选择阴影模糊的程度 接下来是选择阴影的角度 可以利用X轴及Y轴的参数 改变物件素材阴影呈现的样子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物件素材内建的Motion基本动画 一样先选取物件素材 文字 基本图形或是彩色素材都可以 然后右上角有一个Motion的按钮 按下Motion的按钮 下面有许多基本动画可以选择 左边映是进场动画 右边奥是出场动画 而动画的种类有许多可以选择 例如Slide缩放 飞入飞出 旋转歪斜扭曲等等 这些的动画是所有的物件素材 都可以制作出来的 最后我们来介绍画面显示的控制 如果选择上面的箭头 可以选取舞台中的动画物件素材 如果选择手的按钮 则无法选取物件素材 但是可以将整个舞台做移动 方便我们检视舞台的整个布局 最后是右手边显示比例的选择 下拉即可选择适合工作显示的区块 首先在上方工具列的地方 有一个T的图示 按下T的按钮 会马上以范例的文字显示于舞台 目前只支援英文字型 我们可以利用复制贴上即可解决 不过目前只能以基本字型显示 中文字型运用的高阶技巧 我们会在高阶课程才有分享 如果有兴趣的话 如果有兴趣的话 基础课程结束后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高阶课程的学习 下一个是单色的基本区备图形 图形 图形总共有250个 每个图形都可以更改颜色 第三个是彩色的物件素材 这里面的图形更多款更完整 共分为七大类 第一个是设备类 大多是应用于影片的遮罩 让3C的设备看起来像是在播放影片 往后的高阶课程里 我们会有实际的操作示范 第二个是icon类 分为线条及平面 大多是应用于2D的卡通动画 可以应用色彩的明暗度 当成是背景底图或是动画素材 或是产品的行销动画 第三个是插画类 分为粗线条 色彩明亮的以及时尚的 大多是应用于商品促销动画 这里先让你全部预览一遍 制作动画时请你依实际的需求 汇入所需的素材去搭配应用 接下来是立体的彩色图形 这类的素材 最常应用于类3D的场景建构 因为图形接近于2D及3D之间 所以2D或是3D的动画都适用 下一个是3D的彩色素材 其实这类图形是更接近3D的效果 大多是应用于商品促销的动画 也可以搭配真正的3D动画制作 接下来是场景类的单色素材 这类的图形素材大多应用于2D卡通动画的场景背景 是制作2D动画很好的背景底图素材 下一个要介绍的是SVG 这类素材的特色是以色块形成的 可以改变它本身的颜色 最大的差别是图形比较有变化 应用的方面相对的就比较广了 如果需改变颜色 请先选取SVG物件素材即可变更颜色 也可以利用颜色选取器更改 最后介绍显示比例及选取工具的应用 按下箭头可以选取舞台中任一个物件 如果按下手的图示 则无法选取物件 但可以将整个舞台任意的移动 方便我们检视制作动画的工作区域 最右边的显示比例选择 下拉可以选择我们想显示的画面比例 而滑鼠的滚轮前后滑动 同样有放大缩小显示画面的功能哦 软体另外提供了一个制作阴影功能 请先选取物件素材 然后在右上角按下进阶设定的按钮 选择阴影的设定 可以选择阴影的颜色 颜色的设定有四款可以选择 或是以颜色选取器调整 下方是阴影模糊的选择 数值越大则模糊的程度越明显 可以利用X轴及Y轴的滑感 调整素材阴影的角度 无论是文字或是图形 都可以利用工具制作阴影的效果 不要小看阴影的制作 以我们的经验 素材有没有制作阴影 其实制作动画时效果的差异性非常大 不过还是要你实际的操作 才能做出不同的比较 除了阴影功能外 所有的静态或是动态的素材 都能以内建的Motion功能 产生基本的动画效果 按下Motion后 下面有许多内建的动画 只要先选取物件素材 然后勾选动画的选项 内建的动画马上就可以形成 要注意的是左手边IN 是进场动画 右手边OUT 是出场动画 可以利用播放预览制作的效果 然后在时间轴做最佳的调整 物件在时间轴的下方会显示动画轨 左手边是进场动画 右手边是出场动画 动画的调整就是在动画轨座修改 以上是工具列的基础介绍 我们下一部影片教学分享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